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堡 我们接着来讲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波兰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两次大战之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恐怖运动 就迫使波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抗的措施来应对这一分离主义的威胁 尤其是在1930年,波兰政府为了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极端行为 对乌克兰的村庄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那么这也符合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意图 他们发动如此多的恐怖袭击 就是为了诱使波兰政府对其进行镇压 那么这样就可以断绝乌克兰人内部主张波乌合作的倾向 同时也成为他们发动更大规模行动的借口 为了从波兰和苏联压迫中取得独立 二战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从纳粹德国那里 就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德国视为推动乌克兰独立目标实现的依靠 而德国军方从一战之前就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兴趣 双方之间的联系贯穿了两次大战之间 并且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德国的目的是在于制造西乌克兰地区的流血革命 而迫使波兰授予乌克兰独立地位 德国方面提供了资金、武器、军备 以及培训该组织的干部 那么为的是更为重要的目标 那就是推动未来战争的进场 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打击目标 无论是波兰还是苏联 这都是和德国一致的 在德国纳粹高层眼中 乌克兰就像是上帝给德国的礼物 在欧洲所有民族中 除了渴望乌克兰独立 以及从波兰暴政下 获得自由的加里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外 再没有任何人能够胜任德国的任务 而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德国也是上帝赐予乌克兰的礼物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正是因为德国在某种程度上 支持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发展 二战爆发波兰亡国之后 面对失去波兰政府庇护的波兰人 有德国做靠山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跃越欲试 沃伦省发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 对波兰人的杀害行动 早在苏联占领该区时就已经零星出现 并且由此揭开了系统性种族清洗行动的序幕 那么讲完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在二战之前的矛盾 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苏联之间的矛盾 本来呢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并没有将苏联作为对抗的目标 二十年代 布尔什维克政党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实行乌克兰化的政策 乌克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因此呢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主张 本来难以得到苏维埃乌克兰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但是随着苏联在乌克兰地区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列宁在1924年病逝 他并没有指定接班人 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 1929年 斯大林凭借着对党组织的高度控制 成为了党的最高领袖 并且将其他异己早地出门 起初呢 斯大林是新经济政策的有力支持者 但后来却成为新经济政策最激烈的批评者 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收效甚微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 斯大林以加紧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的方式 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 在政治上呢 斯大林开始采取高压和恐怖的方式 他希望将苏联变成强大的极权国家 斯大林认为 如果想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生存下来 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必须实现现代化 并且重点实现工业化 他放弃了新经济政策 更加倾向于指令型经济 那就是由国家全面控制经济 包括生产价格分配方式和售后服务 1928年苏联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9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以此来推动苏联工业的飞速增长 为了让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 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 1928年到1932年 苏联实行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乌克兰则在工业化的进程中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此期间 苏联对乌克兰的投资激增 仅在1928年到1929年间 苏联对乌克兰投资额大幅度的增加 乌克兰建设了400多座现代化的工厂 主要集中在地额时期 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 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 像哈尔科夫托拉机厂 科罗沃伊罗钢铁厂和地面薄荷水电站等 全苏的煤炭基地则是在敦巴斯 1932年 乌克兰生产了全苏70%的生铁 铁矿石和煤炭 尽管当时苏联经济增长的数据颇具争议 但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苏联 的确经历了确确实实的工业增长 30年代的乌克兰 仅城市人口就增加了一倍之多 农民也开始进入到城市和工业中心务工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都是乌克兰裔 尽管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工业增长有所放缓 但是到了30年代末期的乌克兰 已经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 乌克兰的金属和机械产品的产量 已经远超法国意大利 甚至和英国并驾齐驱 但是通过粮食出口来换取工业化的资金 让乌克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尤其是粮食的争购 让农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那些反抗苏联统治的人 在被关进劳改营之后 被当作奴隶驱使 他们为苏联很多大的工程 虽然付出了诸多的努力 但在工业化进程中 一旦发现建设失误 速度迟缓 目标错误等问题 就会被归咎于是肇事者和破坏分子 另外在加快工业化过程中 政府对于个人消费尤其不够重视 当钢铁、化工、煤炭等 其他工业产品的产量不断飙升的时候 食品却仅保持着配额的供应 而且住房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 服装等消费品长期处于匮乏的状态 乌克兰的经济学家在1932年 就已经开始抱怨在苏联计划经济下的乌克兰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一直是由乌克兰提供原材料 却由俄罗斯的工厂生产成品 苏联工业化是依靠牺牲农民和农业换来的 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 资本原始积累严重的短缺 西方的贷款又难以获得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为了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苏联选择了大量的出口粮食 乌克兰是全苏农产品的生产基地 所生产的农产品需要向全苏进行供应 为了保证在乌克兰 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苏联政府下令成立了粮食征收队 向农民强行征收粮食 仅在1928年 乌克兰就向苏联交受了2.72亿普特的粮食 超额完成了苏共给乌克兰下达的 2.65亿普特粮食指标 占年度全苏粮食 增购总量的42% 苏共农亚在乌克兰 除了征收小麦玉米之外 还征收其他的农副产品 资本人还对那些抵制农业集体化 粮食征集制度 不愿意低价卖给国家粮食的富农 采取了灭绝的措施 1930年1月30日 苏联中央政治局通过了 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 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 命令中苏共中央将使用大量的人力 通过剥夺富农财产 流放其到边境做苦役等方式 对富农进行镇压 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乌克兰粮食产量不断的下降 但苏共中央对乌克兰粮食争够指标仍然很高 1930年 乌克兰粮食总产量是2290万吨 780万吨上脚国库 1931年 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仅有1760万吨 为了完成争够的指标 被迫动用储备粮 来完成向中央上缴700万吨粮食的指标 1932年 乌克兰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280万吨 显然无法完成770万吨的征收指标 乌共中央在1932年 出台了强化粮食争够措施的决议 决定动用5例征收粮食 没收所有的粮食储备 关闭所有国营集体商店 禁止私人和农庄间的粮食贸易 停止对贷款 预付和支付现金的发放 禁止所有团体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 1932年 苏共中央用5例 将乌克兰农民手中仅存的700万吨粮食运走 这就把乌克兰农民彻底推向了饥饿的深渊 根据乌克兰的统计 自1932年冬到下一年收获的季节 五口之家的粮食仅有80公斤 每人每月平均集有1.7公斤的口粮 不可否认 斯大林对于乌克兰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的灾难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苏联政府对乌克兰农民的控制不断加强 在乌克兰强制征收粮食和其他的副产品 在1932年粮食产量只有1280万吨的情况下 强制运走农民手中仅存的救命粮 这才引起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 在这场大饥荒中保守估计 约有500万人被饿死 现在呢 随着俄罗斯乌克兰等案文献的逐步公开 研究乌克兰饥荒的学者普遍认为 是以下这些原因诱发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饥荒爆发 首先呢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采取了极端手段 争购粮食 对粮食争购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1929年底 苏联开始以武力手段 强推农业集体化政策 在这场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 农民的住宅 牲畜等物资都收归集体 乌克兰作为全苏联的农业生产基地 要向全苏联提供小麦 玉米 大麦 向日葵等农作物 但是乌克兰的土地面积 只占全苏联的3% 苏联政府组建征粮队 向农民征集粮食 1928年 乌克兰给全苏联提供的粮食总量 占全苏联粮食争够粮的 42% 对于不愿意低价卖给国家粮食 抵制农业集体化的富农 苏联政府采取消灭的措施 那么被逼无奈的富农 不得不采取破坏生产工具 宰杀牲畜的方式进行抵抗 这就使得乌克兰的生产力 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前面提到了1932年 在粮食产量仅有1280万吨的情况下 苏联政府仍然强制运走了 乌克兰农民手中仅存的救命粮 乌克兰共产党也深知 如果向莫斯科上交了这700万吨的救命粮 农民就无法自给自足了 但是莫斯科却没有做任何的调整和让步 苏联政府在1932年8月 颁布了关于集体农庄牲畜和农产品 都是国家财产的命令 严惩那些将国家财产挪作私用的人 党的干部在军队的支持下 从农民的手中强征粮食 这就使得农民的生计更加难以维持 在苏共的要求下 干部们被派到农民家中 去检查农民是否藏密了粮食 但即使是这样 1932年的冬季 尽管干部们已经极尽苛刻 但是粮食征收的份额 仍旧没有能够完成 苏共党组织将最终的失败 归咎于赴农的破坏 并且决定对乌克兰地区采用更为严苛的手段 那么在苏联主要的粮食产区发生饥荒之后 斯大林仍然出台了法令征集粮食 阻止农民从村庄出走 1932年8月 苏联颁布了关于保护财产 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 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令 法令规定了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 会处以枪毙并将财产充公等严苛的要求 在这个法令颁布之后的5月内 根据法令的相关规定 就有54,645人被定罪 2110人被枪毙 此外呢 乌克兰人民委员会 乌共中央委员会 还出台了系列关于强化粮食争购措施的决议 但是事实上 乌克兰这个时候 所有的粮食储备已经枯竭了 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大量的涌入城市 寻找工作和食物 在斯大林的授意下 苏联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实行身份证制度的决议 苏联政府将身份证颁发给除苏联农民以外的所有公民 以此来限制农村的人口向城市转移 在饥荒发生期间 苏联政府在斯大林的授意下 继续向国际市场大量的出口粮食 在1933年2月到6月期间 联共中央出台了近40份赈灾的决议 向灾民提供了32万吨的救济粮 但是这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来说 无疑是杯水车薪 而苏联在1932年出口了1800万公弹的粮食 这些粮食足以使1400万人得以存活 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把这些粮食用于解救饥荒 那么苏联政府还隐瞒了饥荒的真相 苏共中央的主要领导相互推卸责任 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之下 苏联没有人敢于公开的谈论饥荒 为了推卸饥荒的责任 1933年饥荒最严重的时期 斯大林以破坏农村生产工具 在国内制造饥荒作为理由 下令逮捕了数十名地主和资产基地分子 同时还处罚了农业人民委员部相关的工作人员 1932年到1933年间 在乌克兰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它是一场人祸 它是农业基地化造成的 而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从人口上看 1932年到1933年的饥荒 让乌克兰的人口骤减 在饥荒中死亡的人数 按照官方的统计是60万人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以及西方史学家 则提出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500万 即使是史学界相对客观的观点 认为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700万 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达到了300万到350万 这儿我们看到 大饥荒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 其次呢饥荒导致大批乌克兰的党政高级干部 被撤职和镇压 1931年初 271个区向乌共中央报告了粮食收缴政策 实施给地区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1932年2月 乌克兰农民甚至给斯大林书写联名信 反映乌克兰农村粮食短缺的实际情况 乌共中央第一书记也亲自向斯大林 报告过乌克兰农业形势不容乐观 但是苏联政府都没有给予重视 1932年10月 史伯尔达耶夫以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身份 去见斯大林 肯定他降低粮食收缴的标准 给集体农庄留条活路 但是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请求 1932年底 杰雷霍夫作为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 也亲自向斯大林汇报了乌克兰大规模饥荒的情况 可是斯大林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并且很快解除了他的职务 其他一些乌克兰的领导也多次向中央请求 给予必要的粮食援助 但是斯大林都是不予理睬 继续全力支持卡纲诺维奇等人的粮食收缴工作 1932年到1933年间 按照乌克兰史学家的统计 包括州委书记在内的有922名州领导干部 和包括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等领导在内的716名干部被撤职 并且都被开除党籍移交到了法院 而为了体现苏联经济飞速发展 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外部的威胁 可以毫无压力的履行和西方缔结的种种合同 斯大林进行了残酷的高压 让苏联内部没有人跟谈论饥荒 而苏共中央还拒绝了欧洲国家 以及其他组织向苏联提出的 给予灾民粮食援助的建议 斯大林的这种种行为 自然让乌克兰人没有办法宽恕 他在乌克兰大饥荒中所负的责任